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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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大概3點 我都在一間商場 回到佛寶安宮 之前一直以來 商場也沒有需要回到晚上的食宵 不過由於有年輕人開始搞破壞 商場就聘養行間 多數時間 我都會聽著歌唱下商場 除了偶爾要廣州的偷走進來 停車唱 踩板的年輕人 或者留意一下在附近走來走去 又可以的人知道 睡工都沒有特別 回到剛剛好3個月了 我有個有點奇怪的經驗 那晚我圍著商場唱的時候 眼角看到有間店鋪燈開著我 其實當時都覺得幾奇怪 因為我見不到有人進去商場 由於之前都試過有店鋪被人偷東西 為了防止到有什麼事發生 我都會進去看看有什麼事 走到一間店鋪 走到一間店鋪 我看不到裡面有什麼聲音或者任何動動 似乎沒有人在裡面 奇怪的是 店鋪的門鎖住了 正常都不會有人進過去 由於只有店鋪才有鑰匙 我都沒有辦法幫他吃一盆燈 見沒有什麼 我都走出去繼續走 過了一個多個小時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 直到我走到他的商場入口 我又見到有一盆燈開著了 入到商場 他的場景跟上次一樣 燈又在開著 但是門又鎖住了 人影都沒有過 我已經是故意靜一點點偷偷地走過去 想著有人可能聽到我的腳步 而躲起來了 但是沒有 還是不見人 我聽到後面啪了一聲 立刻轉向樓望過去 看到本身那間店鋪的燈 還在開著了 可能是我有玩過 但是那一刻好像看到有個營 跑去收音台後面躲起來 我拿個電筒照一照裡面 但是看不到什麼 突然後面又啪了聲 另外店鋪的燈又關上 但是這次 我可肯定看到一個人站在那裡 我大聲說了一句 要是你自己走出來 要是我報警 但是他沒有動過 就這樣站在一顆燈仔旁邊 我走進店鋪去照一照燈仔的方向 但誰知道沒有人在 不過我看到有個衣架在一個仔旁邊 所以我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形 我都想不到其他有狼藏的可能性 我離開了一個商場走回去 那晚的經歷其實都搞到我幾害怕 不過我過了幾個月之後 對這件事都沒有印象 我上班之後那幾個月都沒有什麼特別 第二次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就是去到我做了保安剛剛好一年那段時間 那一陣冬天 那陣冬天 我在一個商場尺寸的水管 對 雖然我是個保安 但是一間公司為了省錢 有時候那些細微的東西都會搞到我做 不過算了 我都沒有特別介意 搞完那些水管 打算去那個廁所 走到西州間幾點 聽到有個字架 傳來衝箭的聲音 我一下子真的嚇了一跳 那廁所裡面沒有人 連個衝箭制 跟多數商場一樣都是自動感應 我看完所有字架 沒有人 全部都是空 見沒有什麼 我都沒有在理 進了其中一個字架 當時坐在那裡看一條Youtube 好像聽到隔壁的字架 有人指甲拋一塊板 看過右邊 見到有雙鞋面對著我這邊站在那裡 我慢慢向上看隔壁的字架 見到一個警告有人站在那裡 看過他這邊 他見到我望之後蹲下 我立刻彈起來 踢開隔壁的門 怎知那個字架是空的 只有雙鞋在地下 當時我心跳得很快 趕快慢慢走出去 我上場 沒有記錯 件事發生在凌晨4點 和上次一張 我當時怪我不夠睡 所以又玩過 誰都好 過日之後 我都沒有再回夜晚的工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